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你看到一个广东省市监管理局 在今年4月公布在粤港澳三地 就是大湾区110号湾区标准 涵海食材粤菜 中药 护老智能马桶 坐电这些领域 都制定统一标准 更加为我们所谓的广东宿指明方向 就是你申请指引的文件 今年接受申请 也都再公布14项预製菜式纳入标准 当中包括香港常见菜式的咕噜肉 以及美酒江牙崇礼新主角茹库 要按湾区标准 预製的落重茹库 要呈淡黄色色泽均文 味道要甘香唇滑 具特有气味 外形情扁原球状外表和内部均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他说这个是一个湾区的标准 属于非抗制性与港澳三地政府欢迎和鼓励相关业界 以自愿形式采用湾区标准 一共有110项 我来到这里我只是说屌你老母 近期我多说了粗口 他说的是咕噜肉 他说因为外国人喜欢 又叫做外国人肉 我们制定的咕噜肉只能够用山渣和茄汁来做 不应该像我们香港用的是菠萝 所以菠萝的就不是正宗咕噜肉 那其实现在不是用菠萝 很多的咕噜肉 他们已经转了用什么 蜜桃 或者黄桃 他们所制定的标准 就是我说你是你就是 最重要的很多的商业元素 好像李錦忌 就是说李錦忌的蠔油 他告诉你蠔油是什么标准就是什么标准 酱汁是什么就什么 譬如白卓虾 指定的是24只海虾 或者是12只罗士虾 或者12只竹节虾才能够叫做白卓虾 还有的当然他还要界定你要煮 就是说我们煮 开水煮几多分钟 你才是标准的白卓虾 我说你用这些所谓的大湾区标准分 吃屎 这个说话如果放在广州 不要说香港 广州厨房都真是屌到你拍街 这个标准是李华 实际上的创新在哪里呢 根据时代转变是不停地调动的 就是如果你说澳门的猪扒包到今天 四周围的猪扒包都有改良 所谓的粤菜文化 是什么来的 其实就是创新 我们香港也好 广州也好 我们包括澳门也好 我们香港人 我们真正的广东人 他们吸收外来的文化 你看到为什么会有瑞士鸡翼 为什么会有蛋撻 为什么会有丝密奶茶 不单只是这样 最重要的就是干炒牛河 以前干炒牛河 盐 老抽 吊息 接着是什么 接着就到那个叫做生抽 但是古早味的干炒牛河 是用黑 是用蔗糖 用蔗糖 开着个锅 连油都不下 接着将蔗糖在那里磨 磨到它变成 就是溶解了之后 它很稠很臭 接着用来炒河粉 原早的干炒牛河是这样 那你说哪一个标准是对 是之前的干炒牛河是对 还是现在的干炒牛河是对 茶餐厅的干炒牛河 一般来说没有虾仔 就是火腿师 肉师 或者用叉烧师 去炒 今时今日 如果酒楼的 他们就会有虾 就是这么简单 有些不想辣 只是黄姜粉 有些就咖喱加黄姜粉 各种的做法都不同 最重要就是合不合乎 你的口味和好吃 今天他为 越菜指明方向 不要玩了 如果你去珠江边 你看看原江的食店虽然 我这一世没机会再去 但我每次去广州 我都见到他们有 不同的 不同的酒楼食店 他们都有菜式的创新的 他们吸纳了湖南 四川杭州 甚至香港 或者西方国家 他们做的 将他们变成了我们 真真正正的 广东文化 但是你看到 原来老水 潮州老水就要老多久 这个鱼腹 就一定是圆形的 就不可以扁的 还要一个尺寸给你 那就惨了 香港夜纷纷 那些这样的大烧买就怎样呢 鱼肉烧买 除了鱼肉有没有变化 加了一些虾子 虾子在那里又怎样呢 以前就是纯猪肉 跟着就先虾烧买 跟着就有虾 现在有虾子 跟着就变成了鱼肉烧买 最新的当然有麻辣烧买 各种的 但是你看到 这些这样的制定大湾区 指明方向 如果根据你的标准 我相信必然会 令到香港 澳门 或者广东省 各地的美食 都会水准下降 因为你制定了标准 你说你没有强制性 跟着人家很多时候 他都不是正宗的 那你怎样呢 融入大湾区 在我心目中 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 就是我觉得好不好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很喂食的人 不是食家 很喂食的 就是你看到什么叫猪肉肝 哦猪肉肝可以有果汁 哦果汁猪肉肝是这样的 那有原味猪肉肝 原味猪肉肝有麻辣猪肉肝 跟着有炭烧猪肉肝 跟着有黑椒猪肉肝 有麻辣猪肉肝 喜欢咸甜的有不同 用的部位都不同 就是我们买的林明记 有西斯猪肉肝 就是五花腩 我们今天买山猪猪肉肝 它比较偏瘦 汁水没那么多 但是它的文理 它的肉是比较结实 每一样东西的食材 每一样东西都不同 但是用一粥糕打完一团人 就是以前我们香港的烧 我是有炭烧的 我们香港是有炭炉的 是有窑的 但是时而世易 今天全香港只剩一个炭烧的炉 就是在洪水桥 以前叫欢乐楼 现在叫贵贵熊 以前烧烧是用泥芝柴的 你现在问一下香港 香港现在做烧烧最出色的 有谁用泥芝柴 这种这样的指明方向 我真是屌你老母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私下订阅科 今天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patreon 代表安丁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